我不是她女朋友 对 阿姨 她不是我女朋友 其实林老师 不是那种会花言巧语 哄女孩开心的男生 但往往这种 不擅长动嘴的男生 才最靠谱 最踏实 谁说她不擅长动嘴了 我寄好了 然后呢 喂 我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她居然还有居心的松口 她刚才说到哪儿了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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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 然后就没有然后 不会吧 真的 但有些男孩可能就是比较被动 喜欢女生主动的 我已经够主动的了 难道让我向她表白啊 表白是恋爱拉锯战里面 非常重要的键点 谁先说 谁就输了 这位文章 我也看过 我都这么教过粉丝的 难道是我的 本机很差吗 你以后我来做饭吧 真的吗 但是你得洗碗 我让他们睡觉 把它睡觉 停分 我会给你 我是你 反正我 你不怕 你不怕 我家 我你不怕 你都要 你不怕 我我都不怕 困困我们彼此 像不晓的词 有些心事 是做诚实 我有多偏执 却剩一把钥匙 你是挡风的外影 暖过我颠沛和流离 永远清晰 不褪色的回忆 不再引擎 萧萧从你们家搬走了 我前一段时间 还看你们俩一块出双入对的 一块上班一块下班 这恋爱没谈多长时间就黄了 没有 是没有谈还是没有黄 前哲 不会吧 我在茶水间的时候都看见了 我不是有意为观 我是路过 真没想到 你小子是这种人 只占便宜不负责 我像吗 我看看 我看看像不像 像 什么呀 我不是不负责 我只是没想好怎么表白 你亲都亲了 还想怎么表白 她在公众号都说了 对于一个女生来说 一场有仪式感的表白非常重要 代表对方 对于这段感情非常重视 萧贝贝友情建议 男同胞们千万不要以为 一个拥抱或者一个亲吻 就算在一起了 女生是需要仪式感的 仪式感代表着 你对开启一段恋情的重视 说得也有道理 那你要好好想想啊 有什么建议啊 建议嘛 我倒是没有 不过机会我倒是可以给你创造的 严落不是刚刚巡回牵手回来吗 对啊 他上周还帮萧萧搬家了 上一次找萧萧吃饭他也没来 这一回呢 就把他们两个人都叫上 不叫别人了就我们四个 说是 庆祝严落 沉睡花园大麦 你这是在为我创造条件吗 沉重 我怎么越听越不像呢 老实说 看破不说破 给我 胃不舒服 别喝冷水 我没胃口 没胃口也得吃 这都几点了 什么时候开始胃疼呢 最近因为孙冬的事情熬了几个通宵 我早上也没吃早饭 说点轻松的 邵老板约我们明晚聚餐 叫上严落一起吧 叫落落 你不知道 少宁现在可是颜落的 铁粉 行了 正好你们上次聚餐我没去 回来小A就说 少老板家有好多好酒 这次我正好品鉴品鉴 吃饭了 好 谢谢 不行 你不能喝酒 为什么 你胃还没好呢 听话 我为什么要听话 因为我是你的 师父 好 买树花吧 小伙子 女朋友挺漂亮的 给她买树花吧 不用了阿姨 谢谢 买一树吧 姑娘 满朋友一片心 拿着吧 阿姨 您误会了 我不是她女朋友 对 阿姨 她不是我女朋友 不代表以后不是 阿姨 这花我全买了 多少钱 你 你 她现在不是我女朋友 不代表以后不是 我扫你 多少钱 那你全买 就给你便宜点儿 一百五 好 一百五 扫好了 好 谢谢啊 进 少老板 林老师 这是您下周的排气表 好 谢谢 一会儿一起吃个午饭吧 不好意思 我中午有约了 不好意思 我约的是少宁 我下午调休 有什么事麻烦您找严姐 不要找我 真是明目张胆的办公室恋情啊 还充满了火药味 真想把你们俩都开了 什么办公室恋情 接着说 你先说说吧 你昨天晚上把人家怎么着了 什么怎么人家了 潇潇她可从来都不在戒指 今天不仅戴了戒指 还戴在了食指上 这是在张显单身 你觉得呢 办公室不谈私事